上年7月 寵物寺和寵物營養師 秀青青公開招募肥貓肥狗 參加為期半年的貓狗減肥秀 貓狗名額各一 上期寵物寺就報道了 狗代表堂堂競減15.8磅 今集輪到獲選中的 這隻巨貓芝士 芝士和火隊三個月大的時候 就被Jessica領養回家 今年4歲了 不過芝士就重18磅 被火隊重足8磅 要為直壁22寸 芝士已經太肥了 經常都像一輛塔塔車一樣 趴在那裡 無論有時候火隊怎樣尿它 都不太表現 有時候尿到它可能發火 單手地打它 總之你看得出 不太軟動 Jessica是一位上班族 和男朋友同居 每天家裡都有12個小時 沒有人的 因為自己上班 兩隻貓自己在家 當然每一隻都擺定一定的份量 讓牠全天都好像有空 都可以有東西吃到 不用說一天到下 是我餓了 不過無餅不歡的芝士 又整天連火隊的餅都掃光了 所以半開始都很明顯是 呼氣 有些不太順 好像人那樣 有些嘴嘴聲 速一下速一下 那些 然後走路那些 又不是很穩 結果 嗯 肉就這樣摸摸摸摸 一磅的過重在貓裡 人呢 一個女生來說 就是鍋重15磅 清清計算出 芝士要減6磅 嘩 真是人類世界裡 芝士足足超重了90磅 我們不可以叫這些 叫做可愛了 一定是要減的 放長糧會脂肥就聽得多了 原來更加致命的是乾糧 我就是想你幫芝士 戒掉所有乾糧 包括減肥量 乾糧因為它的製作過程 需要一定份量的澱粉質 其實對於貓來說 已經是太多了 牠們是天生的肉食者 所以這麼多的澱粉質 給牠們是不正常 牠們身體不懂得處理 很多是將這些澱粉質 轉化成脂肪 而且減肥量低脂低蛋白 貓很多時候吃了都不滿足 總之好像你覺得牠不吃得飽 不飽都是因為乾糧裡面 只含10%的水分 但是清清就指 家貓和野貓都一樣 應該吃水分 超過60%的食物 貓濕難度 火雞湯 吞拿魚 火雞 火雞肝 蛋白 甜酥 起碼這些你會覺得是食物 肉類佔很多比重 不是說一開始就說 雞肉食物 然後割所有東西 你都不知道是甚麼 你看了英文都不知道是甚麼 半年的計劃正式展開了 到底愛餅如命的芝士 能不能夠跟足清清的餐單 每天只吃兩罐貓罐頭就滿足呢? 飲肥貓玩又有甚麼計劃呢? 下集揭曉